欢迎您再次回来 2014年加州推行许多新的法案 但其中争议性比较最大的 就是AB1266法案 要求加州公立的学校 允许自我鉴定的变性学生 选择他们想要使用的洗手间和更衣室 以及他们想要加入的运动队 我们今天就特别问您请到了 郑博人律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法案 哈喽 郑律师 你好 嗨 你好 好久不见 是 2014年全新的一年 我们请到了您 当然又有新的法案出现了 那么对于这个新的法案来说 很多民众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另外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法案先好不好 我们想说 这个最有名的2014年的法律 不是关于钱 是关于这种跨性别 你今天的话 我是男孩子 我上高中 上初中 如果突然想上女生的厕所 这怎么办 我就可以去 很多人目前在反对 他们是觉得这个法律已经太离谱了 这法律认定是讲说 不管说在学校递的他的性是什么 如果他今天想去运动场 厕所 想去跨性别 就是想到别人的厕所 男生想去女生 女生想去男生的 都可以 因为他们是怕说会有歧视的行为 所以这是一个蛮热门的话题 这里面最紧张的就是家长了 当然还有很多同性恋 这是很好奇的就是 很多同性恋的团队 他们也在反对这个法律 他们也是觉得这个法律已经太离谱了 对对对 那么对于说一些变性的学生来说 到底这个帮助对他们是有多大呢 我从个人的角度 我没有觉得这是很有帮助 其实我觉得这把法律用得太矛盾了 我们有霸凌的法律 我们有歧视的法律 我们已经有法律可以保护 这个跨性别的小孩子 可是他们有一对律师 他们是觉得不够 他们还是觉得要更要保护 所以因为这样子 这个2014年的1266就出来了 那等于说对于这种反对的效果 我想反对的声浪也是很大的 那有没有这种反对的声浪呢 有很多 特别同性恋的团队 他们是觉得说 虽然我们是同性恋 我不希望说有一个 特别是男孩子到女生的厕所 我不希望说有男孩子 如果他今天想打女生的篮球队 那就可以去打女生的篮球队 这派会随意了一点点 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最后我们看到很多同性恋在反对 我们就知道可能这法律是太离谱了 对 这法律真的是有点太离谱了 尤其是对家长来讲 我想很多家长都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小孩子 但是如果这个法律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 就没有办法达到他们在家里面可以保护得了自己的孩子 最好奇很多人不知道说这个法律是从一个案子出来 然后那个案子是在Arcadia High School出来的 跟我们讲讲这个案子好不好 那Arcadia High School就是那时候有一个男孩子 他觉得说你是在欺负我 不让我到女生的厕所 我今天我真的觉得内心里面是个女生 联邦政府告了Arcadia High School 最后Arcadia High School实在没有办法了 他们就投降 因为这样子有创造不但这个案子 也创造了这个法律一二六六 可是如果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说 那他的同班同学应该也有欺负他 也有霸凌他的这种状况出现吧 这个就是原告人这样子讲 他说我被霸凌了 人家对我不好 因为我内心里面我就是一个女孩子 那被告就是Arcadia High School 还有很多的团队他们是讲说 虽然你被欺负 没有人希望你被霸凌 可是我们还是要保护社会 因为这样子我们不能让你到女生厕所 可是原告人就讲说 其实你的态度跟你的逻辑 这是以前对华人的逻辑 以前对黑人的逻辑 我们是要保护大社会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要歧视小民主的人 可是当然面对这个法案来讲 有支持也有不支持的 那支持和不支持的团体都在哪方面呢 不支持的是要保护小孩子 他们觉得说我们小孩子 因为他们是18 所以他们不是成人 他们不知道说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所以我们需要父母来保护他们 那支持的就讲说 我们不能歧视人家 歧视不管是一个人 不管说是100个人 都是不对的 因为这样子我们要保护我们跨性别的小孩子 我们现在说的呢 就是有关这个公立学校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加州 有很多公立学校 都即将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 公立学校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一定要允许造的1266 私立学校的话 就没有包容在这个法律里面 也就是说只有在加州的公立学校里面 才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么对于说如果所有的家长来说 想要对这样子的案件来发生的话 他们要去哪里发生呢 他们就要跟他们的政治人物谈 他们就要用投票 有投票 钞票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影响到加州的法律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我们华人一定要知道的 我们没有办法 如果我们不希望有政客 我们希望有真正的人 要在代表我们的话 我们特别我们的华人 我们要用我们的钞票 跟我们的投票 去影响加州的法律 这是合法的 更允许的 没错 那么要用投票和钞票 来解决问题的话来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这个话题 和霸凌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 他们就是讲说 因为这个跨性别的 他们不知道说 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当然别人会霸凌他们 当然别人一定会攻击他们 所以我们要保护这小孩子 可是从我们一般的家长 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已经有霸凌的法律 我们已经不允许人家被欺负 为什么我们要多走一步 让这个不成人的小孩子 做一个决定说 我今天就想上女生的厕所 非常感谢郑博人 郑律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我们来分享这样子的法案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度广告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